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 在今年可以期待哪些新产品 Mazda春久的时候 他们有预告会有大型旗舰修旅 是不是在路上被捕获了这一台呢 小燕丁 没错 然后在春久的时候讲说 CX60下半年会上市 另外就是这个CX90 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可以从后面的三角窗 还有车头一些车尾的灯 可以看得出来就是 一月在美国上市的CX90 那这个车的设定 我觉得对很多买家来讲 是一个圆梦的机会 哦 怎么说 因为你想说很多 可能买家会想要一个是 后驱的底盘跟直六的引擎 那这个设定原本是一直传很久 说新的马六会有这样子的设定 后来传来传来之后 马六好像就没有再继续有消息出来 反而是CX90他就说 在美国上市的时候 入门的话就是3.3直六引擎 搭配这个清油电系统 最强的马力有340匹 牛力有50公斤米 这个后驱的底盘 这个设定对马自达来讲说 也是第一次 然后也是清油电 另外最顶规的它是用 2.5的涡轮引擎 搭配这个PHEV的一个系统 所以说两个系统都一种 都是一个对马自达来讲说 是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热血爸爸 你要有这种5加2的需求的话 你可以买这台 而且又可以平常开的比较 蛮热血一点 运动化一点 那此外它也是导入了全新的一个设计 可以看到头灯尾部等等 还有它顶规一样也是像现在CX9一样 有这种双座的 中间有双座的设定 我们刚刚看到画面罗哥 你有没有心动 后面拖着露营车 真的 露营车可以 可以 就感觉 它感觉是有一种都会的 大气的豪华感之外 又想要诉诸于 我也可以outdoor 对 然后它 包含它里面也有这个数位仪表 所以它整个就是 像马自达现在往这个高阶的 这种车场前进 那当然我们也可以预估一下 这个价格就会比现在的CX9 再高一点点 包含你之后动力的税金等等的话 但是你 同样它这个跟欧系品牌的话 它的价格还是会有很多优势 你可以享受差不多的配备跟操控性 好期待看到实车 好 另外一台 如果你想物色的是电动车 七人座 KIA的EV9 现在你个人期待度也很高对吧 对啊 因为之前大家应该 老观众应该知道我今天开是前一代的Sienna 那我觉得它整体上表现还不错 唯独我觉得车没有完美的 有一好就有一不好 那我觉得Sienna来说的话 我觉得它有三个 我觉得不满 第一个外形 少了一点个性 第二个税金3.5V6太重了 第三个就是油耗 一公升才六公里 现在这个KIA EV9出来了 我觉得它似乎解决了我刚刚的三个考量 第一个外形 我个人觉得很前卫很帅 最新的KIA的这个Digital Tiger Face 这样的呈现 直立式LED头战 然后方方正正 跟当初的概念车几乎是一样的线条 我很喜欢它的外形 那再来刚刚讲到税金 油耗 电动车到目前的法规 台湾是2025年底 还是免税的 这样的一个优势 那油耗电车当然非常的省电 当然要充电 但相对的支出会少很多 那我觉得EV9的强项 不光是外形帅 在内装的话 因为现在它还没有很正式的官方规格出来 它只有让我们看到一些订装罩 那这个月底的收尔车展 会有正式的量产的规格出来 那内装上也可以看出来 其实跟EV6的形蛮像 毕竟两台车都是EGMP的平台 那以国外的一些推测数据 跟当初概念车数据来说 EV9的尺码其实不会太大 以既然座来说 它是抓在5米内 它大概4米9多 但轴距是接近3米1 因为有电动车的一些逻辑空间 跟今天我们看到的 对 它其实空间会更大 它轴距3米1 就跟EV6当初给大家的感受一样 它的三排的话 那目前到国外的看法 照片上有看到 它有这个232 或者是222 不同的6或7人座的配置 那以这一个 我们定装照看到大家讨论 就是它以6人座的配置 222 它原来说在充电的时候 可能你要等一段时间 它的第二排 有一些往后旋转对座的功能 我觉得你看到这照片当中 它可以转到面对车门的这件事 如果有长者 我觉得这个功能很好 对 而且像中文讲 它有点类似扶椅 这样子 对 要在坊间装一装扶椅 至少要一二十万起跳 这个功能好啊 有这样的旋转功能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再来的话 就我们虽然还没有它的动力编程 但其实我觉得它应该会依照EV6的概念 譬如说有标准版小一点的电池 真正版大一点的电池 然后标准版可能后轴马达 那高规的话可能前后都有马达 那以目前来说 当然这台车是7人座的这样的一个定位 它不会去太强调它的性能 然后国外也推估 因为它的尺码配备非常丰富的话 车重可能会两吨二 所以它的0到100 我觉得它比较高规的车型 应该还是有个5秒左右的实力 那续航里程也就是他们现在 不光是充电效率续航里程 都是KIA他们家有800V 对应到最大的350千瓦 这样的充电功率的话 我觉得在充电效能上 应该是不用太去担心 应该是现在比较领先的 这样的表现 所以我们个人都蛮期待 到时候看看年底 SENNA美其他说年底会导入台湾 算很快 看看它的售价 会抓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 对 虽然大家现在买SUV 都喜欢那种Late Coupe 就是我要有很帅的线条 但你看它这样方方正正 我觉得好好看 对吧 罗哥方方正正的线条很像 有没有 对 来 Defender 除了90110 在台湾 哇 真的是卖的特别好 这外130来了 那130它是有5座跟8座 没错 哦 其实好 刚才那个EV9 也其实打到我了 哈哈哈哈 因为线条就是你喜欢的 对 那刚刚前来有讲 它的车重大概2.2吨 对不对 我告诉你 Defender 110就比这个重了 哈哈哈哈 然后它现在130进来 它车长比110又多了34公分 哇这个车长 所以它的总长包含备胎 已经到了5358mm 但是它的轴距跟110是一样的 都是3022mm 所以它的回转半径6米6 好大哦 我刚刚是开的时候 实在是有点不习惯 怎么以前很容易转的过 现在哇要绕大圈这样子 这种时候你就很期待 大车要有后轴就很像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要有 这样就会比较好 但是呢 它的第三排啊 就真的就会比较舒适啦 所以技术上这个车子 还是很棒啦 还是很多人喜欢啦 嗯 因为对比刚刚行男一说到EV9 是啊 罗哥也觉得 哎哟 哎哟 空间啊 机能啊 还有相关的养车成本啊 对不对 真的有达到 都有达到 那接下来 等一下继续再来聊 Volvo也有计划 要引进纯电车款 稍回来 地球王机械 从电视萤幕飙上官网了 全球第一手车事报导 年底Toyota的全球 调校出来 就是不会让你觉得太照镜的 这种个性 满足你对车的所有想象 台下游门 地球王机械邀您一起上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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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